嗨,大家好,我是不想上班的布萊蒂 前陣子去做了年度的健康檢查 发现有轻微的胃食道逆流 医生尊尊告诫说吃饱饭一定要走上一万步 才会让本门关好 不然只会越来越恶化 最严重可能会演变成食道炎或甚至是食道癌 但是布萊蒂每次散步的时候 因为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嘛 就会觉得很痛心,好像在浪费时间 最近布萊蒂发现日本航空JL 推出了一个光靠走路就能赚里程的活动 认真走的话一年可以累积9000以上的里程 等于大家同时赚到了健康 又赚到了一张台湾到日本的机票 可乐不为呢? JL这个活动它是以日本居民为主 所以全部的步骤跟APP都是日文 布萊蒂今天就要来分享一下 怎么参与这个活动 还有实际去散步 到底可以拿到多少里程 别忘了 如果想要得到布萊蒂第一手的实战教学攻略 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按下小铃铛哦 关于要如何注册账户 请大家先到这个网页点这边 输入你的email信箱 你会收到一封信的title是 JL Wellness and Travel 会员登录的案内 请大家点击这封信件里的连结 画面上就会出现一些参与活动的注意事项 让我们勾选同意之后 选择下一步 接着就请大家登录自己的 JL会员账号 下一步是说 Wellness and Travel这个服务 需要经由JL来知道你的一些个人的资料 那我们就点选Approval许可 下一个画面 大家这边请输入你的 Nicnam 昵称 生日 还有想不想经由email 来收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那居住地布萊蒂是选海外 这工作是很正常的 按确认之后 下个步骤 会要我们再次确定一下资料 然后呢 这边大家会看到有一个 输入信用卡资讯的画面 不要觉得这个是诈骗 因为Wellness and Travel这个服务 它每个月实际上有500元日币的月费 大概是135元新台币左右 但是你注册的前两个月是不用收费的 像今天是1月7日 那就是1、2月 你转里程都免费 3月1号之后才开始收费 因为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期间 所以大家可以很安心的去提供你的卡号 如果真的用不习惯 或是不想走那么多的路 随时都可以取消 填好之后就按下登录 这时候你的信用卡会被试刷一美金 但是不会真的勤款 只是测试你的卡片有没有效 到这边会员登录就已经完成了 最后这个画面是要我们去下载APP 才能够去具体的追踪 大家真实走了多少路 说到要怎么样下载Jerlo Wellness and Travel这个APP 很多朋友可能会卡在这边 前面布莱蒂有提到 这个活动是以日本居民为主 所以官方的APP就有点懒惰 它只有在日本的APP Store去上架 我是用iPhone啦 Android的情形就不是这么确定 有带大家补充咯 Apple的APP Store 如果你不是日本的商店 它会显示 目前无法在你的国家或地区使用这个APP 但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使用 只是你要切换地区而已 要绕过去 真的非常的简单 大家请跟着布莱蒂这样做 到设定这边 然后选择最上面有你大名跟头像的选项 接着滑下来 点选媒体与购买项目 接着选择检视帐号 通过你身份验证之后 它会出现下面这个画面 就请你选国家与地区 按下更改国家与地区 之后选择日本 这个之后都可以改回来 千万不用担心哦 选择日本之后呢 就同意当地的一些使用条款 接着就会出现 App Store要绑定支付方法这个画面 建议大家在这边选择 无第三个选项 然后姓名呢 就用你护照的罗马拼音就可以了 住室电话呢 布莱蒂是打东京车站的啦 这个不会造成他们的困扰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填写 最后就按下确定 App Store的国家就更改好啦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利用 刚刚我们得到的QR Code 去下载Jello Wellness and Travel这个APP了 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实际上的使用心得 第一次打开App的时候 它会要求去取用iPhone的健康资讯 就是你每天走多少步啦 请在步行这边点一下变成绿色 然后按下允许 最后登入你Jello帐户就完成设定咯 Wilson Travel这个APP 它的奖励机制是这样 走6000步的时候 它会获得一领 还有一张抽奖券 这个抽奖券最多可以拿到四领 走8000步的时候 它会再获得一个里程 然后还有一张抽奖券 它的上限是20里 走1万步的时候 又可以再获得第三里 这时候抽奖券的上限就很多咯 最多会有100里 运气最好的情况之下 走100步就可以赚1里以上 那这个APP它不只有每天的目标 那每周达到一定的步数 也可以解锁奖励 像是一周累积45000步的时候 可以赚3里 还有一张最多20里的抽奖券 当你一周走6万步的时候 可以赚5里 再加码一张最高100里的抽奖券 每个月签到15次 还可以再额外赚4里 布莱基这边帮大家精算了一下 如果大家都有走到1万步 例如1月 我们走了26天 有5天是休息的 最基本呢 不算抽奖券 都可以拿到100里 抽奖券呢 其实是这个游戏里面 最核心的部分 如果大家呢 一直有走1万步 去拿到那张最高100里的券 平均起来每天赚40里50里 其实是跑不掉的哦 如果抽奖券赠送的数字 有一直维持住 这样子算下来 一年有机会赚到超过9000的日行里程 9000的日行里程 可以去兑换台北到关西 或是说高雄到东京的单程机票 也可以用来支付这继续会员的年费 实在是非常的不错 即使是我们把每个月500日元 会费考虑进去 大家等于还是用非常低廉 一里不到新台币 0.2元的价格 去购买日行的里程 日行里程平常是没有贩售的哦 在累积里程的同时 又赚到了健康 真的很不错 今天布莱蒂跟大家分享了 JL Wellness and Travel 这个走路就能赚里程的APP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是想要听任何新的题材 都欢迎留言 让布莱蒂知道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